中国历史上的暴君 朱元璋 朱元璋杀人如麻 如对贪官 往往是满门抄斩 所以有网友曾戏言朱元璋当反贪局局长最合适 天下的贪官保证下的尿裤子 为了稳定自己的大明江山 对于自己出身入死的哥们大臣也不手软 该杀的杀 该碾的碾 弄得朝里人人自危 最可恶的是 在死后也不让别人好好的活着 要让后宫群妃殡葬 终其一生 被他杀害的人不计其数 评价 朱元璋作为草根一跃成为万民敬仰的帝王 思想深处有深深的加天下概念 致使他做出了一系列的常人无法理解的做法 或许可以认为朱元璋是一位不通人性的国君 但他确实是非常残暴的 清赵义评价朱元璋说 吉诸功臣已取天下 吉天下既定 吉进局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 其残忍十千古所未有 难道真应了人能共患难而不能同富贵的古语 为什么朱元璋晚年如此的残暴呢 朱元璋残暴不为别的 只为设计 中国历史上的暴君至今海陵王完颜亮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嗜好都是杨的暴君 一个是随杨帝杨广 另外一个就是金朝海陵王完颜亮 完颜亮 本名敌乃谷 是太祖阿谷大孙 他对金西宗以太宗敌孙的身份即位很不满 认为自己也有资格继承皇位 1149年 完颜亮发动政变 杀死西宗 自立为帝 即位初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 并迁都燕京 较有作为 可惜他天生残暴 诛杀了太宗子孙七十余人 且好色成性 凡是美貌者 不论是官宦人家还是民间女子 一律抢入宫中 他不顾伦理 竟连自己的外甥女和堂姐妹都不放过 完颜亮平生有三大愿望 君政大事由我独裁 功灭南宋一统天下 世间美女为我独享 第一个和第三个愿望 他都实现了 为了完成第二个夙愿 他于1161年迁都汴京 发动了亲宋战争 大败 宗室完颜庸在辽阳称帝 反对完颜亮 兵部尚书完颜袁宣策划兵变 杀死完颜亮 次年 世宗下旨废完颜亮为海陵王 世 阳 唯一功绩也是促进了文化传播 并无其他长处 中国历史上的暴君之三国 吴末帝孙号 孙号 孙权之孙 景帝孙修死后 大臣蒲阳兴和张部尚书朱太后 立孙号为帝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孙号登上皇位后 就拿了他们开刀 孙修的两个儿子也同时被杀 孙号生性残暴 纵情淫乐 他的宠姬也仗势欺人 派人到市集上抢劫财物 对此司室中郎将陈生暗律执法 被孙号锯掉了头颅 侍郎张上财高被孙号嫉妒 死于非命 即使是后宫的嫔妃们 只要稍不如意 孙号也会大开杀戒 公元279年 进主司马炎兴兵伐武 一年孙号投降 在过了四年的阶下囚屈辱生活后 孙号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其一生毫无功绩或真价实的暴君 幸好他只是东吴一鱼的地方政权 如果是华夏大帝的帝王 不知道会有多少生灵会遭土炭 中国历史上的暴君之下节 下节 夏王朝最后一位君主四旅鬼 文武全才 赤手空拳可以搏斗虎豹 又能把弯曲的铁钩用手拉直 看起来他是一位英明的君主 四旅鬼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用到暴虐和享乐上 他把皇宫改建得更豪华 用黄金筑成的筑子就有九个 他又发明一种酷刑 称为袍落 在铜柱上涂抹高油 下面燃烧炭火 焦犯人赤足在铜柱上走过 那是一定要滑下去的 滑下去便恰恰跌到火炭上烧死 四旅鬼最喜欢看别人受这种酷刑时挣扎悲耗的惨状 有一天 他一面看 一面问他的大臣关隆逢是不是快乐 关隆逢说 这种做法好像春天走在薄冰上 危在眼前 四旅鬼冷冷地说 你只知道别人危在眼前 却不知道自己危在眼前下令把关隆逢袍落处死 夏捷和媚喜关隆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因尽忠言而被杀的高级知识分子 夏末建臣关隆逢有身部落酋长一银警告四旅鬼 你再不接受规劝 恐怕会亡国四旅鬼大怒说 你又妖言惑众了 人民有君主 犹如天空有太阳 太阳王 我才王 于是全国人民喊叫说 太阳 你快王吧 我们跟你一块王中国历史上的暴君之刘聪 五胡乱华的第一位暴君是汉召帝国的第三任皇帝刘聪 他的帝国曾攻陷了晋王朝首都 杀了两个晋帝国的皇帝 迫使晋王朝迁到当时还是蛮荒的长江以南 但汉召帝国的版图并不大 实力所及的范围只相当于今天的陕西省和山西省的西部 比汉王朝的一个郡大不了多少 可刘聪荒淫凶暴的程度 吉令大一统的暴君们也会大大地逊色 他的残暴程度可以说是毫无人性 诸狗不如 刘聪当政时的最大兴趣是迎建宫殿 搜罗美女和乱师刑罚 在皇宫中仅正是皇后就有五位 机械则多达一万多人 几乎把那个小王国里稍微有点姿色的年轻女子霸占光了 刘聪常常几个月不出皇宫 不跟群臣见面 一门心思纵情声色全马 他诬陷弟弟刘亲王谋反 把无数高级干部挖掉眼珠后 再放在燃烧的炭火上烤制 饶兴活下来的再全部压上刑场腰斩 首都平阳几乎空了一半 刘聪的儿子刘灿比他父亲走得更远 他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跟五位年龄都不满二十岁的皇太后 不分昼夜作爱胡闹 从不过问国家大事 在位不到两个月就被他的岳父发动正面推翻 刘灿和所有的刘姓皇子皇孙 不问男女老幼 不分闲鱼不孝 全做了刀下之鬼 刘姓皇族坟墓包括刘渊刘聪在内 全被剖关焚尸 这位君王的所作所为不可用文字来形容 秦寿尚且不会如此 他的残暴和荒芜已经超越了所有 所以我们不做评价 就当他不存在吧 残暴 荒芜 淫乱 娇奢 偏执 私欲 这些人性的弱点 在古代一家独大的封建社会 严重阻碍了人类的发展 生在这些帝王的统治之下 人们是多么的无奈 多么的痛苦 感叹我们生在这个国泰民安的年代 虽然也有痛苦 但比起先民们 我们是何其的幸运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